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生的那个3007 你们上面也有看得到 然后我顺便拿那个一起对比一下吧 对这个卡位卡的 反正跟英雄那个上次的那个1912一样 有点差别 还是要长一点 其实重量来讲 这根轻一点 但反正它也是铝合金 然后就差我反正这根牛的 啊啊 补充一下 这个卡外口是这样子的 那一个好像是被亚洲人收购了已经 然后就 哈哈 呃 所以不是 现在其实呃 就就单纯说一下这个事情而已了 其实还好 那这个的话 嗯哼 打开一下 看一下 诶 诶 诶 哦 插把的 诶 不错 先量一下尺寸吧 还是 这个先 这个先放一遍 好 那一个 看一下 嗯哼 一样 无影对比 啊 好 一样 那一根 嗯 十一点二 十一点四吧 十一点四 然后一个尺寸 呃 然后上面的一个细节的话 反正就 把 拔开一下 啊 诶 这个就没有什么的那个卡榫了 对 就 硬塞就好了 呃 但它这个长一点 我上次那根可以的话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 嗯 嗯 参考的那个 呃 拉米的那根 嗯 比握嘛 反正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它的了 然后就三边啊 就反正转一下三边 呃 一个 然后这边第二个 对吧 两边的一个比握 现在透明可能看得不太轻 然后一个第三个 反正三 三边的 我记得就 刚好你可以一个拇指这样顶 第二个这样 第三个这样 其实就这么拿嘛 但这个 其实 应该是这样子顶 顶在内侧 这个我是这么拿的 因为反正就是说 食指一定比拇指长嘛 然后就这么拿 反正就是说 你不用去调整你那个 握笔姿势 它自动就给你调整好了 考虑就在这 还是这个 但这种我不太喜欢 因为不太好运笔 然后再下来就 肯定这么转啊 呃 样就 诶 呃 呃 母有新墨器吗 不会吧 没有新墨器啊 等一下啊 拿一下哦 我找 拿一下它来看看 不会呗 没有新墨器 我怎么撤呢 看一下 我就拿 哦 我去 呃 这个表景是它那个工艺 做的不是特别好 哦 用弄到手里 哦 行 然后继续继续 呃 应该是能match的了 永生的应该所有东西都是能match的 呃 好吧 果然果然进不去 但这么拿还是可以的 哎 怎么办呢 好的 就迁就一下这样子拿吧 哈 那一个好 就这么定了 呃 这个先放一边去 然后那一个先讲 先把这个拔掉讲一下这根笔的一个细节吧 好吧 外观外观细节啊 嗯 刚刚你们也看到反正这个笔蛇什么也是透明的 整根笔的话 反正不是老笔 这根是一根属于一个新笔 然后上面这个logo就跟本来carecrow那个对比一下以后取消了 都要变成一个镜面 但这个我觉得影响不很大 反正平台看不到 呃 然后整根笔一样 就这样短笔的话啊 哇 习惯啊 这个的话呢 反正就把玩性很够嘛 没就 而且我个人喜欢这样子插吧 我不太喜欢扭的啊 然后剩下呃 这里 我不知道他弄的这个就是一格格这种就摩擦的意思是什么了 反正我没太懂 呃 这样 难道这样子好开一点 那为什么不做范围大一点呢 没关系问题吗 呃 好 说就不管 好 那一个就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整根笔 反正就是细节上就这么一个字 啊 对 Rings Rings 307 对 就这么一个字 啊 里面这一次的话反正就 镜头反正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了还是一样 嗯 可能这次很轻一点啊 反正就整根都是塑料的 不是有这个不是铝合金的 呃 不知道视频上面能不能看出来 但是没有铝合不是铝合金 整根都是塑料的 呃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 呃 总成反正也不贵 这根笔也是反正永生的经常的那个反正经常展示那个价格嘛 呃 还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 我这根我一这么扭上去的时候反正就也是两个玩 反正 呃 不太这种形状还是一样 不太适合日常书写 适合去外面玩的时候拿出来 但是 就是卡维果把这种体型的比定位的非常好 但是永生就没有了 永生反而是他的601的那一那一块做的还是比较好一点 或者上次说的那个698 哦 还是还是618我忘了 呃 那一根反正就是仿那个park51的那个会好一点 我觉得 那书写上面来讲 应该是跟上次做的那个蓝色的那根叫什么的 我蓝色那一根的话反正就 我看看啊 呃 蓝色的 呃 对6010A 上次那一根6010A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然后由于这个不行 呃 我反正还是 我先上磨吧 还是一样 然后一样拿另外一根比较对比 呃 这个真的没办法 然后我先上一下磨 呃 反正上磨的话 然后呃 我觉得这根就不用看了吧 没什么要看的 反正就是一样 我就没有上 我 我就没有上到点 我就上了一些吧 反正就 这根比你看我这么上磨你也懂了 对 我也没打算就是说长时间用 因为我自己习惯用的比 反正还是那两张根 呃 我能还是比较专一的 所以要让我换笔 你第一个要很毒 很有颜值 就什么东西都得到位 我才会有兴趣 而且还我还要看点品牌定位什么的啊 反正我是比较挑的 然后这个 反正我就 我就这样子把它套上去吧 做 做个样子吧 哈 那一个 这一根反正就永生嘛 哎 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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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级瓜子的 说实话 超级瓜子 这是 那个 EF间 哦 我这根 EF间 呃 然后 然后 反正笔尖上面没什么美不美观好看了 但是 呃 这个有点弄有点不太舒服了 但最近没办法 那就说他这根笔没有了 没配任何吸摩器 只有磨蓝可用 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磨蓝 应该是我拿开 因为我是先拆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然后可能拿走被我忘了啊 这样子 但是笔尖的话 反正就你看到刚开始那几下没有上磨 那这一根真的跟618什么那些比起来真的没法比输写也也不太行 然后就 嗯 我压的话 瓜子感 其实瓜子感的话 我喜欢有一点点瓜子感 但这个有点有点过分了 这个 呃 而且有点段没 有点小段没 而且出没照这样看就是 呃 有点大 但是大起来又出没很怪 反正就一般般这根笔 呃 先放我直接就 直接就好 就这样怎么测到 然后就 好 放一遍 然后就写一下无垠那一根 反正就对比一下 笔尖的话 反正也是EF尖了 肯定是 呃 然后无垠的反正也跟着他写呗 呃 3007的吧 然后 对 呃 无垠的这根换头 对 那根书气感受真的 算了 不好意思 真的 真的别别别 真的呃 不太介意买 要买还是买那个69860130 307 我迟点会做评测 这样子 呃 但是那个排序 我自己也很乱了 反正那个急速你们照样看吧 反正我上传的 不会按那个急速来上传 就这样子 那个的话反正就 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反正这根笔 呃 天尾的也不用看了 就这样子算了 好 那一个就 谢谢大家 算了 这么好 谢谢大家 就行了 我给你们把证则放了 我们可以做一次 退免子 我们可以做一次 谢谢大家 特别批划 政府放你